阿謀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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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為釀法 海間萬節南昭壹 我今借文德壽詞 願見如來真實意 各位必須大家阿謀本師釋迦牟尼佛 我們現在開始講這個成佛之道 上次有跟大家講過這個祭壽 我們現在翻到這個課本的十九頁 歸進三寶 那麼第一句話 開宗明義 老師就講 學佛就是向佛學習 單單這一句話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一般我們認為學佛是什麼 學佛念佛送監人敗戰 念了佛佛保佑我們 送了監自然有功德 那麼照著我們 拜堂 拜堂 拜完了 佛菩薩就幫我們消災 我們所認為的學佛 基本上現在佛教徒認為的學佛 不愛念佛 送監 拜佛 持眾 大概就這樣叫做學佛 可是學佛是向佛學習 我們剛才在念南某本師釋迦蒙某 南某的意思就是歸 我們稍微把這個東西弄清楚 歸是歸項 歸項從這裡到那裡 一是依止 依靠 然後你有一個方向 那麼我要跟佛一樣 所以學佛就是學習 學佛 學習佛陀 學習佛陀 向佛陀學習 叫學佛 那我們大部分的學佛就是 要道場禮練 然後送經 參加禪修 參加念佛 參加拜燦 這樣叫做學佛 不是 這個也不是說不是學佛 但是真正的學佛是向佛學習 向佛陀學習 我們說過 剛剛這句話很多人其實都不理解 這個十九 十九頁第一章 學佛就是向佛學習 比較會講 那麼一般我們 等一下後面講三規 什麼是規佛什麼是規法什麼是規聖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 他認為 很多人認為的學佛就是 找到一個非常有力量的神 那麼這個神匹佑我們 我們恭敬祂 我們念祂的名字 祂就互念我們 保護我們 讓我們沒有痛苦 讓我們得到快樂 不是 佛不是神 佛不是神 可以給你快樂 可以給你幸福 讓你消災免難的神 不是 佛陀是一個模範 是一個典範 讓你學習 佛陀是導師 引導你怎麼樣得到快樂 引導你怎麼樣脫離痛苦 他並不是說 手摸在你頭上 就可以加持你 放光照著你 沒有 不是這樣 這樣你就誤會了 那佛陀是什麼 佛陀就是我們剛才講 我們之前有講覺者 覺悟的人 覺悟的人 覺悟什麼 覺悟真理 真理叫做法 覺悟這個真理的人 所以他告訴你真理是什麼 我們常常講法 法是什麼 真理 跟證得真理的方法 那怎麼去證得真理 什麼是真理 怎麼去證得這個真理 比如說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其去 這是真理 那怎麼用去證 去見緣起 緣起是真理 怎麼用去見這個真理 怎麼用去證無我 他的方法是什麼 講這個 他並不是告訴你 現在很多人就是 學我就是念佛 尤其是很多念佛的人 不學佛 門關起來 一心念佛 那他只念佛 不學佛 五項壽星都不是這麼說的 五項壽星前面講 阿彌陀佛 這十八大願 極樂世界有多殊勝 這個世界無惡無痛無燒 他有多痛苦 可是最後跟你講 你如果要勝到極樂世界 你必須在這個世界 布施磁界 累入精進禪定智慧 要選菩薩道 在這個世界 一天一夜 修一天一夜 勝過在極樂世界 修一百年 你看他就這樣跟你講 你這個就是告訴你什麼 你知道 你念佛你要學佛 念佛不學佛 門關起來什麼事都不做 就一心念佛 就要往生其樂之間 很多學佛的人 一天天都想著 天天都想著 我供養佛多少 我買多大的蘋果給佛 我就要換得什麼 交易 佛不是做這種交易的 佛又不是貿易上 你用蘋果 然後換你幾年的福報 要用幾滴眼淚 要消你幾年的災難 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學佛一定要清楚 佛教跟一般的宗教最大的差別 佛不保佑 佛是教導你 很明顯的 最厲害的醫生也不能替你吃藥 他只能告訴你 你這個病是怎麼來的 你要用什麼方法治這個病 很簡單是這樣 他也不能夠說 哎呀我看你 從那麼遠的地方來 我加持你 你回去都沒病了 你那麼厲害 這世間上是這樣子 佛也是這樣 佛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第一點 第一句話 陰順導師很厲害 第一句話就可以點出要點 學 這個學佛 就是向佛學習 我們現在都說是佛教徒 都是佛教徒 都不曉得佛在說學什麼 那什麼叫做向佛學習 佛 遇見困難 他怎麼解決 遇見痛苦 他怎麼面對 想要快樂 他怎麼努力 這個佛都經驗到 你不要以為 佛生下來就是王子 大家都呵護他 每個人都尊敬他 都禮拜他 都恭敬他 都供養他 沒有 沒有 你看他晚年多痛苦啊 他的最大弟子 蛇利伯木劍年 舉掌入獵盤 替他掌管 他生款那麼大 就好像你公司十幾間 忽然之間 那個總經理死掉了 沒有人幫你啊 然後那個 那個 他的家屬被流利網屠殺 他的身團 被他的弟子 也是他的堂兄弟分裂 到最後年紀大了 吃到一個居室的供養 拉肚子 一直拉 拉不停 非常痛苦 他怎麼去面對痛苦的 他遇見痛苦的事 遇見痛苦的人 他用什麼方法去解決 用什麼心態去面對 這個是我們要學習的 剛剛想要得解脫的時候 有一個目標 想要去獲得的時候 他是用什麼心態去努力的 去爭取的 這個才是我們學佛的重點 他給了我們一個正確的觀念 有一個正當的方法 我們才能夠達到 我們所想要的目的 我們說過嘛 人生的目的 主要就是 第一個 現世幸福快樂 來世幸福快樂 第三個 永遠的幸福快樂 就是這三個嘛 我們不管你學佛不學佛 所有的友情都是這樣 屈己必修 疑苦得樂 眾現世的快樂 我要不要想到來世 死了之後什麼樣我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 我這一生能夠幸福美滿快樂 有沒有方法 有 就是五稱共華 好 那我不是 我不是想要改善我這一生幸福美滿快樂而已 有兩個嘛 第一個 我本來痛苦 但是我希望從痛苦轉為快樂 第二個 我本來就快樂 但是我希望一生都可以延續這樣的快樂 就這兩個嘛 那麼還有來生的快樂 我這一生痛苦沒關係 這一生痛苦就算了 我希望來生可以不要這麼痛苦 有些是這一生沒辦法改變的嘛 沒辦法啦 那你說我成為男的 沒辦法改變啦 我希望來生做女的 那我這一輩子成為你的 我沒辦法改變了 我成為來生做男的 我這一輩子身在台灣 沒辦法改變啦 我希望下一輩子做美國人 反正很多人 每個人有各式各樣的理想 沒關係 你認為怎麼樣好 那你認為你要來世 你要得到你想要的幸福美滿快樂 你要怎麼做 現世樂來世樂 然後永遠快樂 叫做究竟樂 就這樣而已啦 好 怎麼做 其他的宗教就是 你來拜我 你來信我 我就給你 你拜多少 給多少 我就給你多少 佛法不這麼說 你想要得到什麼樣的幸福 你必得要怎麼樣的做 你要你要離怎麼樣的苦 你必得不能怎麼做 你身體要健康 你不能吃垃圾食物 不能不運動 你想要參加奧運 你要多訓練 他就是有方法 那麼這個是佛法 在告訴我們 一個正確可以離苦得入的方法 不同的 你不同的願望 就有不同的方法 我們講話說 會提起來 叫做五成功法 那麼你要成果 有成果的方法 你要解脫有解脫的方法 你要升天有升天的方法 你要做人幸福快樂 有做人幸福快樂的方法 這個就是佛教導我們的方法 當時在印度 如果你有罪 如果你痛苦 怎麼辦 到橫河裡面洗 把醉洗掉 橫河的水 可以把醉洗掉嗎 佛陀說 這是不可能的 如果橫河的水 這麼厲害 可以把醉洗掉 你初一十五才來洗一次 那個在 在橫河水裡面的雨跟蝦 天天浸在裡面 他早就升天啊 有可能嗎 沒有 沒有 那拜火 火供 拜火神 然後 藉由火神的加持 祈你的加持 你就可以消災棉 沒有 佛陀說 如果你天天拜火 天天燃 用這個火 那麼你就可以幸福 那個打鐵匠 打鐵匠以前都面對火 那整個火爐天天在打鐵 他不用修 他比你來聽信 你偶爾才來購火 一天購個幾次 他天天在那打鐵 他怎麼打了一生三四十年 他怎麼不幸福快樂 不是 不是這個問題 那我們中國也一樣 就天官是福 就是一樣 宗教都是這樣 一百個宗教 九十八個都是這樣 都是靠神 你唯一只有取悅神 那麼不要觸悟神 有罪 這個天生氣 震怒 打鐵 這個有天災人禍 趕快皇帝帥著五五百關 祭天 跟天懺悔 佛法不就說 佛法所有的痛苦都有根源 搞出那個根源 都不是別人決定的 所有的痛苦都跟你的業有關 都跟你的造作有關 都跟你的無知有關 都跟你的情緒有關 所以我們學習佛法 我們可以怎麼樣知道 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什麼痛苦 這些痛苦是怎麼原因造成的 我們應該要從什麼方法去面對它 用什麼心態去面對它 用什麼方法去解決它 它有一個正確的方法 這個才是佛法 覺悟的 智慧的 而不是聽天由命的 不是的 佛法從不聽天由命 而是知道 知道在哪裡 然後要怎麼做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來看 所以我們以佛為理想 以佛為師範 它就是個理想 它是個典範 不斷地向佛學習 佛怎麼想 我們怎麼想 佛怎麼說 我們怎麼說 佛怎麼做 我們怎麼做 佛怎麼努力 我們怎麼努力 如達到了與佛平等 那就是成佛 那很多人都是這樣 成佛我哪有可憐 哪有可能 我沒辦法 什麼叫做沒辦法 輪迴你就有辦法 痛苦你就有辦法 你現在不努力 你在痛苦的時候 只有一句話 為什麼是我 從佛法來講 他就跟你講 為什麼不是你 你就不努力 那其實學習不分男女 不分老幼 不分種族 只要你願意 你就可以學習 真的 那麼我們要有學習的心 孔子曾經這樣講 他說十四之一 就是大概一個小地方 一個禮 大概一個禮 這個禮裡面有那麼多人 比如說一千個人 或是一百個人 就是這個禮裡面 大概有一百多人 那麼一定有 一定有忠實誠信 跟我一樣的 必有忠信如求者 一定有那種非常朴實的 非常講信用的 他就是這種人 跟我一樣 甚至比我好 跟我一樣的 可是 要像我這麼好學的 你看 孔子爺爺的自學 他好學 你看看十五 十之以後就立志 一直學 學到了十五歲就開始立志 學習 孔子從小就很好學 跟這些農夫學 跟什麼學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這個 我們 我們要用很多的 學習佛法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學習 學佛 第一個就是要學習 你要有學習的心 你沒有學習的心 你以為在家念佛念出 悄悄不明 那你就是要學佛 不是 你一定要知道道理 知道道理 而且學習不要說 哎呀 我年紀大 我很忙 我書讀很少 不懂 不要這樣想 那個以前 春秋時代 那個魯平公 就是演員國王 他有一天跟他的這個老師 那位老師就是 非常有名的 叫世況 音樂懂得很多 那 他有一天就跟他抱怨 哎呀 我很想好好學習 可是我已經七十歲了 年紀大了 七十歲了 年紀大了 就是說 已經太晚了 為死已晚 就是說 我已經過了學習的年齡了 七十了 年紀太大了 已經太晚了 我想學習 可是已經太晚了 那個師況就跟魯平公說 既然太晚 你為什麼不點蠟燭 那個魯平公說 你怎麼跟你的國君這樣想開玩笑的話 我說那個我不是那個我 他說我不是跟你講開玩笑 如果年輕的人學習 就好像太陽剛剛出來 光馬旺盪 那麼壯年學習就好像日正當中 那這個老年學習就好像點一個蠟燭 那麼就算要點蠟燭 你晚上看不到路 你一定要點蠟燭 那個光不像太陽日正當中那麼亮 也不是像訓日出出 這個太陽剛起來那麼亮 也不像日正當中那麼亮 可是你只要路看不見 你就要光 就像一支蠟燭的光 都可以帶領你走正確的路 很有道理 即使是一支蠟燭的光 都可以帶領你走到正確的路 你不會撞到牆 不會掉到水溝裡面 那你說你要不要光 要 老年 老年是老年 這個沒有那麼聰明 是沒有那麼聰明 可是經過學習 那個光會越來越亮 你還是需要光 就是你還是需要學習 沒有那種不學習 而且也沒有那一種 不經過學習就有成就的 佛法最重要的就是界定慧 那麼解脫主要在慧 那麼慧重點就是文師修 那你只要有一個觀念 只要我肯學沒有學不會 不管我年紀 不管我有沒有讀過書 佛陀很多阿羅漢 基本上 以前的那種2000年前 那種印度的教育 不是像現在大家都有讀小學 讀中學 沒有啊 佛陀很多阿羅漢都沒有讀書的 不認識字的 只聽不懂話 不認識字 就好像我們一些老輩的 有些也是一樣 看字看不懂 可是他聽不懂話 單單這樣 單單這樣他就可以解脫 為什麼 學習 所以孔子有講 有福學 學之福人福臭也 我一定要學習 而且要不就不學 但是一定要學 那如果我真的要學 我要學到會為止 要有這種心啊 學佛就要學到成佛為主 我們學習佛法沒有 學佛的佛教主 沒有這種觀念 這就是菩提心嘛 你沒有這種觀念 自我就是 你自己覺得是 我沒辦法啦 我往生就好了啦 然後我下生就好了 都這樣 我不做三個道就好了啦 這種心 悲戀心 不是學習佛法的心 你看釋迦牟尼佛 要出家 那是何等的氣幹 在菩提樹下 要成佛那是何等的氣幹 我們當然沒那麼偉大 但是我們就是學嘛 學一分兩分 然後三分四分 學到最後圓滿 你就跟佛一樣嘛 佛原來也跟我們一樣呢 佛原來也跟我們一樣 如果我們跟佛學 我們後來也會跟佛一樣 這個你一定要相信 現在的佛教徒最大的毛病 就是不敢說自己要成佛 最大的毛病 這個叫做沒有普及性啊 甚至不敢說 尤其是中國佛教徒 南傳的還可以 南傳的還有解脫的性 中國的佛教徒 甚至沒有說我要解脫的性 也沒有 唯一只有我要往生的性 而且往生還只是下癮下身 我就很滿足了 實在有夠可憐 不是真正的佛教徒 卑劣未卻 學某的心第一個 積極樂觀 我們說過佛法有三個趨向 我一直在講這個道理 學佛的人一定是積極樂觀自在 你一定有這種心態 沒有你一定是錯誤的 學佛生的去向向善 向善 向解脫 向善 就是你的一定是好的 那你常常好的 你就是你就越來越好 就是說你做的一件事情 其實是 就是說 又帶給你快樂 一定是越來越快樂 一定是越來越快樂 所以樂觀 所以你會樂觀 你以前很痛苦 可是你學了佛之後 你開始樂觀 為什麼 因為你找到快樂的方法 你找到避免痛苦的方法 你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你一定會樂觀 一開始就要樂觀 然後你會怎麼樣 積極 因為你知道這個有用 你會很努力 你會很積極 你一定是積極樂觀的 你不是很悲觀很消極的 所以我很多學佛的人都這樣 很悲觀很消極的 然後一定會什麼 向善解脫 你會越來越自在 一定是 一定是這樣 如果不是我告訴你 你肯定學錯 真的 就好像我 三個禮拜講 你很渴 你就是喝水 你有多渴你就喝多少水 如果你越喝越渴 那肯定喝錯 你喝到醬油 你也有喝到水 肯定喝錯 學佛一定是這有三個性 積極 樂觀 自在 向善 向善 向善解脫 如果沒有 你肯定學錯 越學越痛苦 越學越悲哀 越學越沒有希望 唯一的希望就是 世家阿彌陀佛身上 可是阿彌陀佛又不知道要不要來 我又不知道你不能去 賢而未決 我告訴你 這樣 這樣 這樣是很悲哀的 就算要念佛 都要很有氣波 我一定可以往生 蘇東坡 宋朝的大文豪 要死的時候 蘇東坡一身尖沛流禮 他坐寬 他被扁到 扁到廣東 又被扁到海南島 一身尖沛流禮 他要死的時候 把他兒子叫過來 我雖然不知道我要去哪裡 他不知道他要往生哪裡 可是我非常有自信 我這一生 我回顧我這一生 我非常有自信 我決定會到好的地方去 人家這麼有氣波 他的切 叫做什麼乳的 我忘了 也更厲害 要往生的時候 宋六儒器 金剛經的六儒器 他都宋金剛經 一切有違法 人家做成一切違法 人家漏洞派 如一天 應做的事 走了 厲害 自在 人家蘇東坡 雖然沒那麼自在 也算自在 因為樂觀 學否學到最後 就是這個樣子 學否學到最後 天天擔心 年紀大了 哎呀 氣等啊 我死的時候 要來幫我祝念啊 交20萬給他的子孫 氣等啊 請什麼法師來幫我拜一姑娘 很保證啊 好悲哀 好沒自信 好可憐 學否不應該是這個樣子啊 我看起來很多都是這樣子啊 擔心人要命 家裡隨時準備兩件的往生貝 怕沒有的蓋嗎 蓋往生貝就很往生喔 那你平常把它做成衣服穿就好了 對不對 那往生往生 哪那麼好做成名被蓋啊 不可能 不是這樣子的 那所以 學否的人 基本上已經忘記 學否是向佛學習 已經忘記了 所以他沒自信 你看蘇東坡都有自信 很多學習佛法都很有自信 他雖然沒有說 完全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可是他依著英國預報的理論 他可以肯定知道自己會怎麼樣 那以前有做錯的 改過就是了嘛 楊潔某榮殺了999個人 你殺的人有他多嗎 沒有啊 聯光社比丘寧在三個大城市 如果在台灣就是台北台中高雄 做過紀念 你的肯定 你的肯定 你的肯定有挺大重嗎 沒有 差點瘋掉 他兒子 因為他的問題 他兒子的問題 他先生的問題 他差點瘋掉 一身坎坷啊 後來也震撼了 周麗盤頭寫三個月背不起一個計 最笨啊 沒有人比他笨啊 人家也震撼了 你有周麗盤頭寫的笨嗎 你的浴灘有臉化色的重嗎 你的承認心有 有央權摩托的聲嗎 你憑什麼說你不可以 沒有啊 所以學伯德人一定要有自信 一定要積極 一定要樂觀 這是要努力的 你不能夠自以為是 然後不努力 然後就決定自己很厲害 那也不行 你要用你做人的基礎上 然後努力 一定可以 要有這個心啊 真的啊 我看見很多學習伯德的人 很可憐 在家出家都一樣啊 剛出家就擔心 老了 病了 沒人照顧 趕快去趕去賺錢 等著以後 給人家生病的錢 多可憐啊 都還沒病 就開始想著病了 沒人照顧啊 依佛法的夜報來說 你現在努力休息 你還怕生病沒人照顧啊 我告訴你 如果人沒有人照顧你 隆天都來照顧你 你看那個廣情老而上 要去閉關 他只帶一小袋米而已 吃完了 他沒有說他吃完了 沒辦法 這個聯絡商家 每個月送去吃 沒有 有修行的 猴子都去摘水果來給他吃 沒有修行 你存了很多 猴子老鼠都把你的水果搶去吃 我告訴你 你真的就是這樣啊 你累積那麼多有用 沒有用 我告訴你沒有用 真的沒有用 你會說會沒有 無家共有嘛 你現在好好修行 不管在家住家 你好好修行 你怕沒人照顧 你如果沒有福報 兒子很多 錢很多 我告訴你 錢你用不到 兒子照顧不到 你就算沒兒子沒錢 但是你有功德 有福報 鄰居的會照顧你 其他的人會照顧你 應孫導師 當然應孫導師很有休閒 要照顧他 還要輪流 還要排隊 也不是每個人都要照顧 一個整個醫療同學照顧他 當然我們沒有大福報 可是你只要有福報 我告訴你 你不擔心 福報才是不會跑的 才是你的 你的兒子 你的家屬 你的親人 你的錢 都不一定 雖然有心不一定照顧到你 你也不用擔心這個東西 你現在正年輕 你不好好修行 你現在正有力量 你不好好修行 你老是擔心你以後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以後是現在決定的 現在是過去決定的 你現在不趕快 天天在那邊擔心 萬一 萬一說成不好會怎麼樣 萬一水災怎麼樣 萬一風災怎麼樣 你現在不好好努力去摘一種 天天在擔心 結果時間過了 什麼都沒做 人家有得吃 你就是沒得吃 這個是學佛的人 我告訴你學佛的人 最大的通病在這裡 天天這邊拜禪 那邊拜禪 這邊拜禪 那邊拜禪 這邊拜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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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拜禪 只有會 這一會 那一會 也有法 法會裡面 不明白法 不懂法 不知法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 送完經也不知道在送什麼 以為送完經 送普門禮給觀音菩薩聽 送地藏經給地藏菩薩聽 送金剛經給釋迦牟禮佛聽 這個是他們講的 你還要來送給他聽 你是怕他忘記 那你想想 金是懂 金就是方法 教你學習的 學習的方法 你不把它學習起來 你天天送給他聽 做什麼 他告訴你 他告訴你 這個路怎麼走 這個路怎麼走 你要去到什麼地方 要走什麼路 你要去到什麼地方 走什麼路 你不去走 不去做 你天天就送給他聽 有意義嗎 沒意義 沒意義 所以學佛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 到底在學些什麼 學法器 學放敗 學怎麼唱 到哪裡要敗 就學這個 可是都不曉得 他裡面在講些什麼 沒有吃飯 所以 因為這樣 不是自己做的 不是自己有的 天天在擔心 天天都希望佛保佑 聽到念什麼心功德比較大 就信念 聽到哪一根菩薩比較靈感 就失敗了 聽到哪一個咒比較有威德力 就送 那我問你 送來物心功德最大 送來物心功德最大 金鋼金 好 金鋼金 金鋼金功德最大 他講的 他講無量無邊功德 所有的金都無量無邊功德 沒有一本金是有量有邊的 只有我們金鋼金有寫而已 你有照著做的那一本質 我們現在很多問 到底什麼是功德 功德是你送完心就有的嗎 送完心之後生出來的嗎 不是 功德就是 功德就是 你送了心之後你知道怎麼做 你去做了 就好像營養 我告訴你 告訴你 這種東西有什麼營養 你去種植 然後採下來 吃了 營養 消化了 有營養 功德就是作用 八功德水就是水的八種作用 功德就是作用 你送了這一本金 對你而言 產生什麼作用 就是你有什麼功德 你送了這本金之後 你知道你的智慧增加了 原來不懂的 現在懂了 那個叫做你有智慧的功德 你送了這本金之後 你知道我們人要慈悲 也不要有稱認心 稱認心對我們沒有幫忙 然後你就有慈悲的功德 你送了這本金之後 告訴你你要努力 所以你很精進 很用功在學習 你就有經濟的功德 你送了這本金之後 你知道諸而莫說 重三奉行 你就有不失慈戒的功德 就是你送了金之後 對你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行為上產生什麼影響 心理上產生什麼影響 有什麼影響才有什麼功德 沒有影響的話就沒有功德 功德就是作用 你有沒有功德要看 你送這本金之後 送的當下你就有專心 叫做正念的功德 送完了之後就不一定有 可是送的當下有虔誠專注 就這樣吧 正念嘛 可是送完之後就不一定 打坐當下清安有清安的功德 起來之後善亂沒有了 這是一般的 可是你如果送了這本金之後 知道就知道了 你就有智慧的功德 你已經知道了夜報 你就知道 你就有知道夜報的這種作用 你就知道了 那這一些叫做功德 所以送完 送金有什麼功德 要看你怎麼送 送了之後怎麼做 才來就好像說 你說好 我現在來讀書 我們完了之後 願你持功德 聽完經之後願你持功德 這些功德是什麼 這些其實就是你產生什麼作用 你有沒有智慧多一點 有沒有開竅一點 道理有沒有多一點 那麼這些道理影響你的行為 這個行為產生你的業 這個業就產生你的福報 你的福報就從這些來 所以無料無編的功德是講什麼 你在學習佛法 你面對一切的境界 面對一切的問題 你都可以解決 所以他就無用 沒有限制 佛法就是解決一切問題 那你能夠解決多少問題 就有多少功德 你能夠生起多少善心 你就有多少功德 其實這個就是這樣 我們都誤會了 真的 我們對佛法很多 以而殘而遜而遜而非 太多了 這個都是因為你沒有學習 你只知道拜佛 只知道念佛 不知道學佛 好 我們重點再看 佛是大抉者 大悲者 功德圓滿什麼 功德 功德是什麼 主要有兩個 智慧跟慈悲 其他 當然經信 慈戒 禪定 有很多 他擁有這樣的特性 擁有這樣的作用 就是擁有這樣的功德 所以佛叫做萬德 萬就是很多 具足一切的功德 就是萬德專嚴 就是佛 你看佛又慈悲 又有智慧 又有定義 又心又柔軟 又能解決問題 又能教化眾生 這個叫做德 中國有德 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 這個叫八德 智仁勇 這個叫三達德 這個就是德 你擁有智慧 你慈悲 智跟忍 你精進 你看還不是一樣 智仁勇 然後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 你讀了書之後 你忠於國家 忠於民主 忠於家庭 你孝順父母 奉仕師長 你有忠的德 你有孝的德 你有孝的德 你有忍的德 你有愛的德 愛一切 忠孝的那些 這就是德 那一樣 你有什麼功德 你有什麼德 佛法 佛就是萬德專嚴 萬就是一切 莊嚴就是圓滿殊聖 一切功德 就是一切的善法 他拒絕 因為他重上奉行 他拒絕一切的功德 拒絕一切的善法 他表現出來的 囤格特質 是這個樣子 你送完清之後 你表現出什麼能格特質 你送清的當下 送完清之後 你表現出什麼能格特質 你的生命起什麼變化 有什麼作用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你不要講功德 沒有功德 你沒有作用 你就好像一個東西吃進去 那個東西再拉出來 沒有 根本都沒消化 營養吸收不了 你只是有吃進去的感覺 然後沒有營養 吃很多 都沒有營養 都沒有拉出來 沒有消化 沒有 所以學習佛法 一定要先把這個道具用清楚 沒有的話 我告訴你 你送什麼金都沒有功德 真的 沒有錯用 就是你不會消化 你吃什麼都沒有營養 沒有營養 都沒有吸收進去 好 那麼 所以他佛是大絕者 大悲者 功德圓滿者 究竟無上的大聖者 一般叫做無上 無上的大聖者 無上就是到他 是最圓滿的 上去沒有了 就是說 你如果說 比如說 阿彌陀佛跟釋迦牟尼佛 阿彌陀佛比釋迦牟尼佛出勝 那表示釋迦牟尼佛還有圓滿 他上去還有阿彌陀佛 不是 每一尊佛都同等得圓滿 到了佛就圓滿了 沒有 沒有說比佛 還有知道佛不知道的 沒有 沒有 沒有想 佛就圓滿 所以叫無上 這上去沒有 無上是 無上正根正絕 所以有些人號稱 他知道佛所不知道的 得到佛所沒得到的 那個一定是騙你們 沒有 這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 你修習到這樣至高無上的佛果 也並不太容易 那麼這一定要修學應修的法門 遵行成佛的正道 因為說他有方法 假設你不按照方法 你不能到就是不能到 一個五層柔的 你一定要有階梯 你沒有階梯那麼高 你跳不上去 一般的人沒辦法有那麼高的輕功 一下子跳到五層樓 就五勝夠榜 第2、3、4 佛數在第5層 就像這樣 那一層一層 一個梯一個梯的往上 第一個階梯 那第一層也許有 看你多高 也許有20個階梯 你就一層一層 一個階梯一個階梯吧 那你不要在樓下不爬樓梯 你不用方法 那就在那邊祈禱 那佛從上面掉一根繩子下來 把你拉上去 我們現在學過都這樣 就祈禱佛 然後放一條繩子下來 然後就把我們伸上去 坐電梯 就不爬樓梯 好像比較快 沒有 沒有避免 所以 一定要修學應修的法門 遵循成佛的正道 你要做的 你一定要做 每一個人 即使私家努力活一樣 沒有做到那個 就成就不了那個 一定是這樣 而且要正確 你雖然能努力 你不正確 一樣不能得到 印度很多外道很努力 很親近 苦行 但是不正確 舉個例子 你要煉油 你去海邊取很多海沙 煉很久 煉不到油 你習近平想說 可能火太小 加大火 也煉不到 可能沙太少 加大沙 也煉不到 你想說沙太小力 拿石子比較大力 換石子 煉也沒有 你用一頓的石子 煉不到一顆花生的油 你用一頓的石子 煉出來都沒有一顆花生 你只要找一顆花生 就有一顆花生的油 你找了一頓的石子 來煉 甚至整座山拿來一片 都沒有油 我告訴你 所以你的方法錯誤 你怎麼樣做都土耳無工 你有意義 所以一定要遵行陳佛的正道 這個佛陀之所以出現在印度 就是射受而且引導 糾正了很多當時的錯誤 這個是一般的明天都這樣 要升天就祭拜犯天 就升到犯天去 就兩個婆羅門的弟子在那邊正論 我師父說的才是真正的升犯天之道 我說我師父說的才是真正的升犯天之道 他們兩個就說 好那我們去問釋迦牟利我 我聽說釋迦牟利我常常跟犯天來來去去 他應該知道怎麼樣升犯天 問他最清楚了 他說 他們升犯天是怎麼樣呢 就像我們一樣 就是合掌 然後公信 然後禮拜犯天 然後念犯天的名 然後就可以升犯天 就是這樣 就好像我們念佛 然後拜佛 我們就以為都不學佛 都不努力休息 就以為就可以升其他時間 類似像這樣 就可以升犯天 弗所修問 犯天是他們至高不上的什麼 情境 犯天有誠誠心嗎 有怨恨心嗎 沒有 你有嗎 有 犯天有貪欲心嗎 沒有 你有嗎 有 犯天有眷戀家屬財產的心嗎 沒有 你有嗎 犯天有的 犯天有的你都沒有 犯天沒有的你都有 你怎麼可能升犯天 沒有 沒有啊 所以這個很明顯嘛 所以你要升犯天 要修犯天的犯凳 人家犯天廣是怎麼升犯天的 你就要這樣做才是升犯天 他那麼辛苦才做犯天 他要修那麼多行 犯天是怎麼修的 修情緒行嘛 禮遇嘛 因為他在社界嘛 所以他要禮遇嘛 他要禪定嘛 因為社界是出產物產三產吃產嘛 他要修禪定嘛 他要無量的慈悲 修事無量性嘛 他要有慈心 要有定心 要有親近心 他才有辦法升犯天 那你不用 你只要念他的名就升犯天 那你比他還厲害 你比你的神還厲害 叫他來拜你好了啊 他要這麼努力 用了好多年的時間 用那麼辛苦才升犯天 你只要念他的名就升犯天 那你比他還厲害 不可能嘛 佛陀說 你即使你就是要升天 你要有升天的方法 你並不是在那邊你禮拜犯天 念犯天 然後犯天就掉一顆生日下來 就把你掉上去了 沒有啊 不是啊 一樣啊 學習佛法也是這樣啊 很多人直接講他念佛就成佛了 念佛就成佛那麼厲害 佛陀要修那麼久才成佛 你念佛就成佛 你比佛還厲害 不可能嘛 想就知道 那當然念佛成佛是說 以念佛為因 念是什麼意念思維 所以 佛是怎麼樣一種人 我們要怎麼樣 念佛就是要學佛的啦 意念嘛 所以 念佛最重要是要撤發信願 撤發信願 念佛主要是在撤發信願 發起你那種跟佛學習的信 第一個相信佛 第二個要跟佛一樣 撤發你的信願 我要跟佛一樣 我相信佛是正確的 我要跟佛一樣 有為者亦弱勢的信 就是這東西 念佛是這樣 後來就變成不是變成念佛 然後就佛放光加持 然後我就去成佛了 就變成這樣 就不是 我就生到佛土去了 那是這樣子 念佛是要引發你學佛的信 是這樣 好 所以他說 這樣才能由近而遠 由潛入深 到達成佛的目標 一步一步 你也不要怕太遠 哇 成佛哪有可能 沒有可能 那你就輪迴 我不要 不要你就要學 你就受苦 你就輪迴六道 你如果不想一直輪迴 你就必須要學習 你不一定要出家 但一定要學習 學習怎麼離苦 佛法就是離苦的方法 滅苦之道 佛法就是苦即滅道 滅就是滅苦之道而已 道就是正確的道路發生道 就這樣而已 苦就是我們剛才講 現世苦來世苦 融為苦 這種苦 看你要達到什麼目標 你必須有正確的道路 所以 發心學佛 應該修習成佛的法門 遵行成佛的正道 成佛的法門正道 就是成佛之道 現在在講這本成佛之道 那麼佛法為了適應不同的根性 所以有種種到 就是每一個人習慣性不一樣 那麼他的業力不一樣 環境不一樣 所以想法不一樣 你看看 同一個父母所生的 骨肉包攤 兄弟姐妹 血濃於水 觀念也不一樣 意見也不一樣 沒有辦法一樣 那麼所以跟 而且有不同的喜好 那麼針對這些不同的眾生 不同的根性的人 那麼佛陀用了不同的方法 這個就是他的功德 他的智慧 他的方便 所以有種種到 到就是方法 到我們說過法跟道 道就是真 法就是真理跟正的真理的方法 就是我們講的道理跟道路 道理跟道路 道理就是真理 道路就是正真理的方法 種種到 法就是道理跟道路 道理 道路 所以經基本上就是要講這兩個 真理是什麼 水業融為 我們融為是因為業 業是怎麼來的 是因為煩惱來的 煩惱是怎麼來的 那怎麼樣去解決煩惱 怎麼樣克制煩惱 怎麼樣斷煩惱 斷煩惱 斷了煩惱之後會怎麼樣 沒有斷煩惱會怎麼樣 煩惱有幾種 它產生什麼作用 對我們產生什麼影響 對我們的生命有什麼樣的破壞性 不講這個啊 講真理啊 那你要是怎麼解決這個煩惱 我們面對煩惱解決煩惱 怎麼樣放下煩惱 怎麼樣去克制煩惱 道路啊 就長這個啊 佛法就長這個啊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所以有種種道 福德道智慧道 就是得到福德的方法 然後得到智慧的方法 怎麼樣得智慧 怎麼樣得福報 怎麼得福報 後面會講 後面會講 我們現在講怎麼得福報 失戒 不失 辭戒 忍路 這個都得福報 那產生也有 這個事卷人 都會得福報 那怎麼得智慧 怎麼得智慧 文師修 多文 無理思文 修學 文師修 就得智慧 好 那麼南行道 義行道 就是比較難寫的 比較容易的 方便入手的 那釋見道 出釋見道 那釋見 就天人 升天 做人 出釋見 出這個三界人 釋見就是 欲界色界 無色界 這個釋見 生文道 菩薩道 就解脫的 成佛的 這個我們後面會說 在成佛誌道裡面都有 其實前面先簡單的介紹 後面他要講的東西 然而究竟說 這麼多 並無二道 並不是 這只是前面跟後面的差別而已 並沒有不一樣 其實是同一樣的 一切無非是成佛的法門 無非是欲令眾生 開示誤入佛之間 他說不管是什麼道 最究竟 最圓滿的就是佛 所以你說這裡有五層樓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第五層 你第五層 你是要從第一層開始爬 他樓梯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第一層 你一開始就要去第五層 你還是要爬第一層 你一開始只是想到一樓 你也是爬第一層 爬完了第一層 你覺得再到二樓看看 又爬第二層 就這樣 你說那我第一 我不要去一樓 不要去二樓 不要去三樓 不要去四樓 我就要去五樓 也是要從第一層開始爬 所以他開始說 一切無非是成佛之道 你說那我去一樓 他就一樓樓梯 我去五樓 也是要先爬一樓樓梯 那你說一樓樓梯 一樓專門的嗎 沒有 也是同五樓的 所以才會說 一切之道 無非是成佛之道 那欲令眾生 開示誤入佛之之間 這個是法法經講的 開示開眼教示 就是說這個法 然後引導你 開示 誤入 讓你 讓你明白 然後進入 像佛一樣的層次 這個叫開示 佛開示道理跟道路 我們誤入 誤得這個真理 然後修行 這樣的成佛之道 而成佛 進入 那開示誤入 佛是這些 佛 佛是說些什麼 他怎麼成佛的 他用什麼方法 來成佛的 那麼 他講給我們一天 那我們遵照佛所開示的 我們依法修行 那麼而得到像佛一樣的成果 這個叫做開示誤入佛之之間 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有些人之前沒有來聽不知道 所有的經不管你是什麼經 他基本上都分 都分大概分四個部分 我們再說一遍 其實這些都很重要 但是 很重要的大家都不知道 第一個如是我為 這是佛的開示 這是一開始的 看 под火 像佛有什麼 這邊 阿�苏 這是 文 一定是聽文 那你沒有來 你就沒有辦法聽 然後 地聽地聽善事面之 這是第二個 地聽地聽 基本上都會這樣講 仔細聽專心聽 那么好好的去想他的道理 了解他 算是念经 第三个开始就讲 这个道理跟道路 这个法怎样 看是什么经讲什么法 比如说地战经 他开始讲英国法 比如说般若经 开始讲一切法必尽空 讲这个 讲这个无我无人 无众生无受者 讲这个空性的法 延期性空的法 那看是什么经 这个五乘法 三乘法 大乘法 南行道 义乘道 第三个就是讲他的内容 第四个就讲他的功德 一般 如果你这样做之后 你这样听之后 善思念之法 这个就是修 还没 还没 这个听 听他的道理跟道路 五称的 三称的 一称的 你想要升天的 你想要下辈子来 你要长寿健康的 反正种种道理跟道路 方法 他会跟你讲 这个就是经文的部分 最后他会跟你讲 你送这本经 有什么功德 有什么功德 你会得到什么 第五个 最后 这样当然这部有的 有的 这样按经有的 不一定有讲 最后面一定是这个 一教 奉行 他一定要有一个修行 就是你要教在哪里 教这个 这个就是教 欢喜信仇 他会讲 基本上他会这样 有时候讲一教奉行 有时候就讲多的 欢喜信仇 然后一教奉行 信仇这个礼 奉行这个路 奉行这个方法 就是修 所有的君作有这个 你回去好好看 不管有什么心 那么重点 这些功德 是你修行之后 假设你照这样修 照这样做之后 你就会得到这样的作用 并不是你送完经之后 就有够的功德 没有 不是哦 不是 好 我们先 时间到吗 我们先下课 休息十分钟